狂蝶寻方松岛头 春花烂漫刻灯楼 北山云雾西山雨 富于荡郎促好龙 大家好我是梅南河龙王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猛将传的游戏解说 这一期是福布伴藏之章的上路线最终关 大阪夏之镇 大阪夏之镇 福布伴藏在上田城夺取了秘书 将针对德川家的阴谋防唤于未然 数年后的庆长三年 也就是1598年 封臣秀吉去世 待在去世的两年后 官员之战爆发 东军战胜西军 德川家康将与自己为敌的势力 要么捡封 要么索性 剥夺领土 将其分给自己的普代家臣 及忠心于己的势力 从封臣的五大佬之一 一跃变成凌驾于封臣家的存在 之后又开设江户幕府 担任征仪大将军 彻底成为天下人 然后一直到庆长19年 也就是1614年 终于要对封臣家下手 封臣家散尽家财 招募大明和浪人参战 而家康则率领 各个臣服于他的大明们 一起发兵大坝 封臣家庭的封臣家庭 半蔵の得た密書により 家康は豊臣の陰謀を未然に防いだ 数年後 秀吉はこの世を去り 家康は天下の大半を制す 家康は天下取りの最後の一手を完成させるべく 豊臣の夜大坂城攻撃を決意 さらに 半蔵に秀吉に暗殺を命じるのであった 天下に火 乱戦の影 最終話 大阪夏の時 闇の地を 進入战斗準備 我之前也说过 這個大阪夏之陣 実際上是冬之陣和夏之陣的合体 珍重冬夏分離的官侠 是從編年史系列開始 而真正体現夏之陣位置的 就一直到真天丸才有 這次使用紅蓮属性的武器 終於輪到這個了 紅蓮絕對是最適合半蔵的属性 不畏別的 就衝他的忍術無双 他紅蓮的無双 是向周围放火 範围也比東牙那個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打中了還是虛弱属性 傷害不會被减半 清兵殺将兩不悟 裝備方面 就是把陰流之絲 換成了陰陽守竹 因為工程站的城內站地形 是有隨機要素的 而且陰流之絲 對伴奏的幫助不是很大 護衛兵還是老樣子就不提了 看一下人員配置 跟風塵方的不一樣 德川方的大阪里 福布伴藏是家康的副將 這時第二代福布伴藏 也就是福布正成已經死了18年了 在這裡出場的應該是他兒子 第三代福布伴藏正舊 但是這時的他已經不是福布伴藏了 伴藏的名號在他弟弟正重受了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就得聽我說道說道 故事有點長 但是沒辦法 過了這關我可能就沒機會說了 在福布正成死後 伴藏的名號由他的長子 正舊起成 之前我也說過 德川家康將當年穿越一賀時 幫過他的一賀人士都招了過來 組建了一賀童心 有200元左右 這個一賀童心和一賀重 都是歸伴藏指揮 但是並不是他的家臣 因此他們對早早離開一賀的福布家 地位在自己之上感到不滿 不願意服從 到了正舊這一代就更變本加厲了 有一次因為正舊家裡著火要重建 結果一賀童心不想幫忙 覺得這不是公事 是他的私事拒絕出力 幕府的裁定是正舊有理 罰了一賀童心中的七個人 然後在調查期間 德川秀中要正舊別出面 可正舊因為家人生病秘密出行 夜晚回家的時候被人襲擊 正舊不得已出手斬殺了襲擊者 而襲擊他的人是擔任 關東代官頭之一的 依奈忠祀的首相 第二天正舊報告了此事 判決的人認為雖然福布正舊在里 但是已經讓他別出面了 他卻還因私事出門 這就是過錯了 正舊因此受到主份被改譯 投靠了他的岳父 家康的弟弟松平定盛 福布家的家都和半葬之名 就由正成的次子正崇继承 正崇因为和他的岳父 大九宝长安一起在左渡工作 一賀童心也就不再歸福布家管了 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在武德鞭年集成中的说法是 正舊因为房子要重修 一賀童心不肯帮忙 正舊又断了他们的奉路 以至于一賀童心开始反抗 拿着武器聚集在四谷长善寺 要求免去 正舊对一賀童心的指挥权 幕府最终撤了他的职位 换了四个人来指挥 正舊请求将一賀童心中的 十名主谋刺死 新上任的就把这十个抓了 但是中途跑了两个 听说有一个从江户门前通过了 这里再插一句 江户城的西门就叫半葬门 因为福布正成 正舊两代福布伴藏 都是负责那个门的警卫 正舊就在那埋伏着 不一定是西门 具体哪个门也没详细记录 在那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把他杀了 但是杀错了 杀的是依赖中赐的手下 是因为这个罪被改议的 不管怎么说吧 正舊只能去投靠了松平定胜 后来在大阪之阵中 正舊让岳父帮忙说情 终于得以出阵 被分配到松平中辉的旗下 然后在夏之阵的天王四口之战中 下落不明 而他的家臣全部都战死 只有他没有找到遗体 最后作为战死处理 拯救的子孙 就被岳父松平定胜所抚养 长大后出示定胜的儿子松平定刚 而第四代福布伴藏正崇 最早是德川秀中的侍童 后来成了家康的近侍 在官员之战时 听家康讲述正成的事迹 暗自下定决心立功 第二天早上单身冲入敌阵 用父亲交的武艺 斩了敌方式大将而归 但是因为擅自出阵 触动家康 被免去了近世的职务 又被分配到了大九宝长安手下 然后娶了长安的女儿 后来作为金山童心的一员 和长安一起去了佐渡 处理金山事务 一年后他哥哥被改议 他就成了第四代福布伴藏 多年后 大九宝长安病逝 幕府开始查长安的贪污事件 牵连者不计其数 长安的七个儿子都被下令切副 上司大九宝钟林 也在一年后被改议 大九宝派从此失事 本多正信正纯父子的本多派崛起 福布正崇身为长安的女婿 自然受到牵连 虽然一开始没有被追究 但最后还是被改议到月后 投靠了村上赖胜 村上赖胜被改议后 出示接任的雀之计 三十多年后 雀家因为当主早妖 后继无人而断绝废番 六十三岁的正崇带着家人 就成了狼人 五年后被正舅的儿子郑辰找到 和家人一起出世于松平定纲 最终这两脉又回归到了一处 这段故事总算是说完了 接下来继续讲游戏 下边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再后面就是各个普代和外样大明了 滕滕高虎有个副将片铜且圆 这个人挺值得说说的 他最早和他父亲为前景长政效力 后来投靠了羽柴秀吉 在剑月之战立下大功位列剑月七本枪之一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官员之战后的第四年 猴子的遗父小出秀政去时候 骗铜且圆就是封臣家唯一的家老 外交和财政都由他处理 所有封臣家直辖地的税收归他管 又是清典的封臣秀赖的辅佐者 可以说是深得封臣家的信赖 如此深受信赖的人 为什么又会加入德川方呢 这个就得好好说说 因为德川家康这招是真阴损 时间是在庆长七年 也就是1602年 封臣秀赖为了给封臣秀吉 所葬的方广寺做修缮 让遍铜且圆去执行 年末的时候失火功亏一篑 于是决定七年后再重来 所以在庆长十五年 也就是1610年重新开工 一直到庆长十九年 也就是1614年三月终于完工 赤巨子建了一座大钟 而这座钟的钟名 就成了大阪之镇的导火索 这钟名是由僧吕文英清寒所写 是一首四言长诗 我把这全文念一下 洛阳东路舍纳道场 耸空穷殿横红画阳 参丝万瓦摧为长廊 玲珑八面昆耀十方 镜像兜叶差甲之丧 心中高挂 商音永黄 响应远近 律中工商 十八生漫 百八生芒 夜禅画颂 西灯沉香 上界文竹 远似之香 东营夙月 西宋斜阳 玉笋绝地 风山降霜 告怪于汉 旧谱于堂 灵异为火 功用无量 所述己者 国家安康 四海诗画 万岁传芳 君臣风乐 子孙殷昌 庆云甘露 承锐承祥 佛门助处 法赦金汤 应谈之德 山高属于长 在这忠明之前 还有一句是 前征仪大将军 从一位又仆设 元朝臣家康公 因为家康在这之前 也说了要分担这次开光的费用 所以特意把它写在了上面 这首诗有问题吗 至少一般人是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在想找茬的人面前 那可就不一样了 德川家康正在苦苦思寻 攻打风尘家的借口 当把这份忠明 承报给德川家康后 家康却下令开光要延期 他命令家臣 以心重传 林罗山和京都武山的七位僧侣 解读忠明 他们一致认为忠明犯了忌讳 内涵对关东不及之忠 最烦忌讳的是国家安康这四个字 对家康之名毫无忌讳 实为无理 而且还把家康二字分开 又分裂家康之意 所以您各位记住了 要是哪天遇到什么赵家康 李家康之类的 少在他们面前说什么国家安康 保不齐救人觉得你在肉他 后面余句中的君臣风乐 子孙殷昌 就解读成了雍立风臣为君 天下安乐 子孙永传 还有前面那句 前征仪大将军 从一位幼仆设 元朝臣家康公 幼仆设是幼大臣的唐明 所谓唐明就是唐朝时对应的职称 因为奈良时期掌权的藤原众马吕 喜爱唐朝文化 把官名都改成了唐朝 他失事之后就被改了回来 而这些唐明就变成了官名的雅称 家康在授封征仪大将军时 也授封了幼大臣的职位 后来他把征仪大将军的位子 传给了秀忠后 幼大臣的位子不久后也给了秀忠 所以是前征仪大将军 从一位幼仆设 两个职位上他都是前任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出在蒲舍两个字上 在日本中蒲就是boku 也有代指我的意思 如果再把舍当成冻死 就成了我舍击元朝陈家康公 变成了要谋害家康的意思 所以说家康为了找到 攻击封臣家的借口 是玩了一回文伺域 他以此为由要抓拿 忠明的作者文英清寒 还有向封臣家问罪 到这儿还只是前沿 后边发生的事更精彩 片铜血缘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 于是他就得作为使者 去向家康解释 然而家康压根就没见他 一连等了十天 都没能和家康见面 十天过去之后 封臣家那边着急了 垫垫决定再派出一位使者 垫垫就是封臣秀赖的生母 为了好念 还是称呼他为垫夫人好 本名茶茶 是前景长正和阿世的女儿 三个女儿最后分别嫁给 封臣秀吉 荆棘高次 德川秀忠 猴子得不到阿世 就把他女儿娶了 也因此降了一辈 还连累了乌龟 因为封臣秀吉 又把妹妹嫁给了德川家康 所以猴子跟大小乌龟的辈分 变得很复杂 德川秀忠 见了封臣秀吉 见面得喊歌 如果要跟着妻子喊 那就得喊姐夫 所以德川家康就成了 他儿子的姐夫的妹夫 可乱了套 由于秀赖继位时才六岁 所以封臣家的实权 是在垫夫人时刻 他见片铜铁圆 迟迟不归着急 又派了一个使者 这位使者叫大藏清局 是店夫人的奶妈 是他真正的亲信 这一去 可就真的中了这老乌龟的记忆了 跟片铜铁圆不同 德川家康立即就接见了他 还对他表明 德川家对封臣家没有恶意 大藏清局就高兴的回去禀报了 然后家康命以心重传 去见了片铜铁圆 告诉他德川家不会让步 给了他们三选一的条件 一是秀赖到郡府和江户参秦 二是店夫人到江户作为人质 三是秀赖迁出大阪城 移至他国 这三个条件 任何一条都是封臣家 绝不可能答应的 而片铜铁圆 只能带着这些条件回去了 当然肯定是在大藏清局之后的 大藏清局回去之后说 见到了家康 带回了好消息 德川家不和我们为敌 而片铜铁圆却是没见到家康 带回了坏消息 拿出了这三个条件 换你们的话 你们信谁的 大藏清局 很明显更受信赖 而且见到了家康本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片铜铁圆就遭到了怀疑 不久后 牧村重城 博天坚相征 准备暗杀他 铁圆最后被秀赖和店夫人下令去寺内隐居 离开大阪城 秀赖向家康解释 铁圆犯了在屋内集结军队之罪 结果家康却以此为借口向封臣家宣战 然后收留了片铜铁圆 要说这片铜铁圆有什么用呢 首先 他知道大阪的经济命脉 就能阻断大阪的经济 其次 他知道秀赖母子住在哪个房间 就能指挥炮兵直接轰击 最后 他是封臣家最主要的外交官 封臣家少了外交官 交涉的能力就不行了 很多大名也就因此 没答应帮封臣家 德川家康这一套文字域 加上反间计 可说是阴毒之急 直接让对方唯一的家劳 瞬间失去信赖 把他拉到了自己身边 在封臣家灭亡的二十天后 借源突然病死 也有说是因为愧疚而殉竹 接着讲游戏 放心 后面没长篇的部分了 其他人中 大交宝中士 这时也死了二十一年 大交宝家和本多家 这可算是 信可以算是正敌 而且这个本多中盛这一脉 跟本多正信这一脉 还互相是看不起对方 所以呢 把这个大交宝中士旗下安排这两个 哎呀 这句实话 矛盾可大 不过这个本多正信 对大交宝中士 还是比较尊重的 因为当年本多正信啊 离开德川家后要回归 是靠着大交宝中士 重新介绍才让他回归的 我军有非初期配置的武将 是一达正宗 然后是敌方这边 有副将的只有大野至长 带了个长宗我不胜心 非初期配置有两个 明石全灯和女忍 明石全灯只在特定情况下 才会登场 那么我这一次的主流程呢 应该是没有办法让他出场了 但是呢 在城外站录完之后 我会把他会出场的方式 弄在这个城外站之后 进入城内站之前的地方 把他给剪进去 然后女忍的话 如果是在模拟演武 用其他角色打的话 他是不会出场 跟真田幸村之章一样 用其他人打的时候 流程用的是新武将之章的版本 说一下本官概要 从佛部半藏取得的秘书中 德川家康将封臣的阴谋 防患于未然 数年后封臣秀吉去世 封臣旧臣排斥家康 而准备一战 但是佛康在官员 将这些旧臣打败 掌握了天下 在佛康取得天下后 封臣家依然以当主秀赖为中心 继续反德川的行动 不久后和德川的关系 就到了最差的地步 于是佛康决定打倒封臣 为攻击封臣所拒的 南宫不落的城塞 大阪城而出阵 一代的德川军 大阪应该算是历代中 把真前性吞的突击做得最好的 从开始突击到经久不衰 到疲惫再到最后的回光返照 状态也随着时间 从斗气到无斗气再到超斗气 任何一个时机都可以去打他 然而要考虑什么时候打合适 是趁他疲惫的时候偷袭 还是保住友军忧心打 还是等他最强状态时决一死战 这是其他几个里没有体现的 好了 这次光战前的文本量 就赶上以往整齐的了 但是没办法 过了这关我也就真的没机会说了 那么开始战斗吧 在第一个任务开始之前 我先去将柏田奸向寄所 要注意 他附近的这个据点 是没有据点头的 意味着无法占领 敌人会从立农 一直从那边出兵 第一个任务是 入侵真天丸 垂直炮击 这个任务的成功方式 就是击破在真天丸 两侧炮台的两个守备头 或者直接击破真天竞春 失败的条件是 潜田立长和戏川中兴 两个人都败走 关于进入真天丸的方式 用伴藏和在星武将之章 或是在伴藏之章用模拟演武下 用其他人游玩的话 进入的方式不太一样 如果不是用伴藏的话 在这里会出现一个守备头 把他们击破 就可以进入到真天丸了 但是用伴藏本人的话 必须走忍道 这个忍道在真天丸的东西两侧 各有一个 要进入的话 就必须先打开 大阪城的东门或西门 要进入西门的话 需要击破的是 雀团右卫门 走东门的话 需要击破 后藤右兵位 那么我这次走的是 中门 这个就是伴藏的红莲属性 领富无双 看出来有多强了吧 跟其他的属性 完全不是一个党次 哦对了 真天丸的这两个守备头 都是超斗体的 幸村是普通斗体的 所以这两个守备头 会给幸村更加抗打 所以如果想要快点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建议去击破幸村 击破了幸村之后 那两个斗体的守备头 就会直接撤退 当然这只限于 服部半葬之章 如果是用 而且是用服部半葬打的话 它会这样 如果是用其他人打 或者是在新武将之章 那么他们这两个斗体 守备头就不会消失 因为那是剃刀模组的新武将 拿六级武器的条件 虽然是说是打倒幸村 更方便一些 但是呢 为了要触发点台词的话 我都必须得击破 打他呢 先注意不要太急着放无双 因为他很硬 所以我需要先用红莲 的属性 来先磨掉他点血 所以就要暂时让无双先满着 另外如果是 击破两名守备头 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那么 击村身上的斗气会消失 好 刚刚这个位置没把握好 我都不敢先放到射程外 好解决了一个 然后去见一下庆村 因为有一段台词 需要这时候去见他 如果在这个任务中选择是直接击破庆村的话 那么在下个任务的时候 幸村会复活一下 败了复活之后他肯定是没有走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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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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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但我還未有 我還未有決定 我心 刚刚这段计时演算显示有点问题 这个是模拟器本身的问题 没法解决 第二个任务是 除止跟前姓孙 入侵地堂话差的内战 接下来只要见到四面村的时候 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这个 然后就会触发这个防卫冰凉库的人 这个任务比较急 最好先去做 成功的条件是击破女人 失败的桥剑是 得穿袖中败走 永远是斗气 稍微小心一点 稍微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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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敏为引致 一直被冥称 繁素 服务 精明 テーハ 阿里亚? 今日は付いてないね 逼人這次也是稍微懂得讓孫心矚目的 所以彈杖才會認為他好像盾悟了 好這樣就守住了冰涼褲 好快來解決這次相親已經是沒有鬥氣的 另外說一下這個任務如果失敗了之後 那麼接下來就會突發阻止真田幸村進入入我方本陣的任務 如果那個任務再失敗了就會直接讓德川家康被劇情殺導致我心敗壘 另外這個任務失敗了之後才能讓明石全燈出場 這是他唯一的出場方式 另外這個任務如果失敗之後真田幸村會變成鬥氣 他半時撤退了 之後只要有我心靠近大阪城 就會出現幸村的最後突擊 我らも遅れは取らぬぞ 負け戦… 我らも遅れは取らぬ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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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部門の意義か 家康の首位 必須 必須 戦先祥村準備最後的突擊吧 戦先祥村準備最後的突擊吧 あのサナダの勢い まさに鬼神か 不勝に手を出すら お疲れを待ち 戦先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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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迫度和时间的话会逐渐经历那么几个阶段 现在是第一个阶段一共有五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战斗力都会不太一样 然后就看着我军要准备一个接着一个败走了 一打中宗兰但是很快他也会被震撑一路过关斩将打退 如果要突发下一阶段剧情就不要太急于击破大野之长 更不要击破什么风尘秀赖 击破风尘秀赖的话 那么城外战就直接算过关了 一打中 一打中 二打中 二打中 这些门除了击破这些双门守宁的里面外 从后方进入这靠近这个门也可以让他直接打开 一般来说是他击破50人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状态 但是有时候这玩意也不好作为依据 连我见过没到50人他就进入到下一个状态 所以他具体怎么判定了目前来说呢还是个谜 那么我先从后方把这个距离地拿什么东西都关了 然后慢慢等他 我这次打算是在圣村的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他处于疲劳的状态的时候把他击破 更所谓趁他虚咬他命啊 所谓忍者当然是要挑最合适的时机下手了 所以就只能牺牲一下友军了 毕竟贾康也说了要等他疲惫的时候下 我发这句话就代表是打个宝中士了 我发这句话就代表是打个宝中士了 我发这句话就代表了 最后一头就代表这句话 我发这句话 我发这句话 现在幸存是到了第三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要打他的时候 再打他 我都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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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 他身上还带有痘痘 到下一个阶段就没了 差不多了 好,他陷入疲劳了 就趁现在咬他命 他再下一阶段就会变成超斗气了 我要趁现在将他击火 如果是剃刀模组的新武将拿6级武器的话 就击破最强状态下来 但是这不是 本阵应该没问题 所以不用回救 好 全军突撃 豊臣を根絶やしにせよ よし 全军突撃 豊臣の意地を見せよ 好 触发了这段剧情之后 胜利条件就变成了 击破豊臣君全武将 如果在这发生之前 就将大野至长击破的话 那么就不会触发 这个豊臣秀赖撤退的剧情 那么胜利条件就一样是 击破豊臣秀赖 但是现在呢 敌方其实也就剩下 大野至长一个了 由于这个豊臣秀赖 是斗骑将 他撤退了之后呢 大野至长就会代替他 成为斗骑将 诶 他在哪儿呢 炎掉了之后 炎掉了之后 我这一些战故法 炎花 炎 炎 炎 每个会真败走 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好 这样就完成了城外战的部分 接下来 伴藏要为了追击风尘秀赖 进入到大阪城内 为了找出风尘秀赖 需要确认这一层的全部武将 这次要和这一层的所有武将打一个照面 击破这个守备头之后 这里的门就会开了 但是伴藏可以不走 因为他是忍者 有二段跳技能 可以走忍道 这里就有一个忍道 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 比如说续一下无双 伴藏用C-3 这种报名剂续无双 会比手续更快一些 但只剩下那么一小截的时候 可以用手续 这些敌将只要见过面就行了 不需要去做 见面之后一段时间不击破的话 他身边会出现增援部队 但都是些小兵 没有危险 但是呢 我击破他也就是为了击破也击破 在和这一层所有敌将 见过面之前 从往下一层的路 是不会开启的 大阪城的特点就在于金碧辉煌 但是说实话 他的陷阱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里也有一个人呢 这一层所有敌将都见到 确实 秀赖不在这一层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上楼了 但是我想先把他击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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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层也是 要去找封神线外 如果这么一段时间 没有击破 他就会出现增援部队 但是就是一些小兵 另外这一层会有女人出现 但是他的位置是随机的 所以你不好说他在那 只能说是每个地方都逛一下 虽然不打他也能通过这个 但毕竟是一个任务 还是想办法完成了比较好 所以就要到处逛逛 这个屋子又进去 来都来了 就拿走吧 我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如果跳着过去的话 正好被扎着的话会受伤 我会被扎着 这样就会出现击破灭的任务 它这个位置是随机的 但是所以我们要复发这个任务 是要好好的搜索这一层 之后他还会接着出场 所以这里还没有杀死他 前来就是去见封城秀赖了 他就在这一层 你看这个楼梯旁边那边 有那么一个敌将 那就是他了 发现了封城秀赖现在要将他击破 他跟其他几个不一样 只要碰见他之后 阴连部队都会立刻出现 但是这一层的小林买 也无所谓 可惜的是 这是个几层的小林买 也就是替身 等现在可以去第三层了 第三层也是要确认 第3层也是要确认 全部移降 第3层也是要确认 第4参 你不想打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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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层也没有松阵手了 但是呢 前往下一层的门 前往还是关着的 原因呢 你到了门口就知道 这里需要击破手背头开门 但是半葬的话可以走这里 要再次跟女人战斗 这次是决战 所以她也是斗气了 这次是决战 刚刚这个无双放的时机 有点失误了 我刚才这么耗 直接打她一个破点 他怎么往回走 这样女人就战死在这里了 再可以去第四层 意思是同样子 要去找封尘秀赖 一般你只要看他们 这些执掌人是主将还是副将 就该明白 这一层有没有封尘秀赖 这上面点一个封尘君 那就是说明 这是个副将 主将是副将是副将的 现在只有一个封封尘的 这个位置居然还绕不了被 这边还有一个副将 这边还有一个副将 大副将是副将的 大副将是副将军 做参与的 可惡 好吧 再去吧 賞賣 趁着有高攻击的时候 速杀 这个也是英雾者 原来可以去天狗阁 要跟姓孙决战 影... 可... 望是... 城主 秀頼的命 秀頼公在这里 这就是最终决战了 这就是最终决战了 这下不小心在姓孙浮空的时候出了无双 因此呢 这个无双都没能进去运动 但是没关系 把它周围的冰清掉 这也不算白放 好 这样全都补满了 打他就先不放无双 打他就先不放无双 看来 看来这一招还是很... 吃防御力的 伴障需要用防御力 足够高的防御力 这样就能挡住姓孙军的 第一下普通攻击 这一下后面的破绽 没办法去反击他 等他的反击他 只能挡住 转将能扛住地下攻击 这样就能把它给打出硬直 打出硬直之后 一套飞瑟瑟稳的 但是第二下就空不路了 我想差不多了 一个无双能解决掉了 好 终于将最后的武士 真田幸村 打败 那么接下来呢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幕呢 那么就请观看 结局CG 都会有什么样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死吧,哈姜 乱世は終焉 闇は消えるのみ 這就是福布半藏之章上路性的結局 半藏終於打倒了姓村 消除了德川家最後的敵人 隨著最後的武士倒下 半藏也知道 最後的人者的使命也該結束 亂世已經結束了 黑暗中的影子也隨之而去 那麼在這之後呢 還會把一些這一關還沒有觸發到的一些台詞 在裏上 首先是鷹羊兔被攻下的情況下 在激破女人猜測的測量 這次是鷹羊兔被攻下的 這次是鷹羊兔被攻下的 本陣的任務 幸村也會變成鬥氣 明氏全燈軍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出現 如果激破了真前幸村之後呢 不會再有第二次突擊 大野之常就會直接下令讓秀賴撤入城內 另外如果是 是幸村的第二次突擊打倒的大九寶中士也有這句台詞 但是明氏全燈軍不會出現 啊 最後是真前幸村的最後一個形態 是在他出現疲勞之後 再讓他再打那麼一會兒之後就能出現了 這次的幸村就會成為超鬥氣武將 就非常的強 啊 另外呢 這個形態的他 要打開這個形態的他也是 剃刀磨堵的自創武將 拿六級武器的條件 當然那個還有別的條件 最後再補一個 在第二層見到了女人 但是不擊破他 直接上樓的情況 這趟這個任務就會失敗 就會有這麼一句台詞 福布半藏的上路線就此結束了 下一期就是下路線的最終關了 我們下期再見